順便中加一 替代中加一 OK 睡覺替代中加一 再來 順便中加一 現在的海底垃圾狀況就是會 這些魚類 魚蝦 會跟垃圾混在一起 河川垃圾有人做了 海岸垃圾有人做了 海底的垃圾卻沒有什麼被關注 但海底垃圾做久了之後 後來發現有很大的比例 就是我們剛剛調查發現的農模 農藥除草劑在海底的時候 其實看了會蠻傷心的 在這個傷心背後 我們可以用更全觀的調查 去掌握到垃圾的整體比例 到底是誰最多 到底可能是從哪裡來 到底什麼時候什麼季節最多 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好 一公斤五百 全部都買的話一公斤四百五百 四百五百 四喜比諾叫賣聲 驅趕冬日寒氣 這樣的喧囂更延伸到了宜蘭大溪港嘴 正不停接納一艘又一艘的船隻 各式新鮮漁獲 接連並頂上岸 到我現在這樣大概算是第五代 龜山島第五代的這個 傳承下來這樣子 有些是姓潘德啊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在北邊一點 然後或深海區一點的這種漁區 我們的話就主要是在龜山島南邊 然後的一個漁區 佇立在遠方的龜山島海域 滋養已然的漁夫們 但同時也吞下陸地的各種廢棄物 於是儘管漁船空間有限 但船長黃石陽並不在意 多包垃圾就少了漁獲空間 而是一網全撈全部打包回港 就在我們騎網到我們甲板 然後分類漁獲的時候過程 你們就會發現垃圾越來越多 一個月的話 有時候的這個海費的量 將近100到150公斤 那今年的話因為在整個招募 環保艦隊越來越多的部分 現在已經有40勺 它所帶回來的垃圾將近7噸 7000多公斤 拖著海費穿梭魚吃場 不只是陶海人對環境不變的愛 還有想搞清楚這一包包的袋子裡 種類結構是什麼的疑惑 因為根據環境部資料 2023年全台海岸廢氣物約940噸 但海底垃圾的數量多寡 分布熱區尚未有全面數據 因為在農業廢氣物的比例 我也是覺得說都 幾乎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 都會出現 我覺得有點 甚至有時候多到三分之一 甚至有時候量大 有時候大到二分之一 像那種灌鈣管 既然我們就是做科學的 其實就會想要知道 那到底有多少 那到底在哪裡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因素 任何環境啊 或是氣候 或是任何產業的因素 去影響就是農業垃圾這麼多 先把農業垃圾挑出來吧 這個 哇 這出水蛋很長耶 而且這 這個 這個破碎是 不知道是 由台灣海洋大學研究生 陳彥霖為主的 海底農費調查小隊 從2023年底 跟黃石洋合作 展開為期一年的調查 每週兩次 在農域氣味纏繞的漁獲裡 努力分門別類 管 對啊 就很新鮮啊 當天都很新鮮 然後夏天的話大概 過一天就開始長癡了 哈哈哈哈 你這是提袋嗎 有耳朵的 區分一般垃圾之後 還得細分 輸水袋 浴苗盆等 各種農業廢棄物的數量 其中登場次數最多的 就是這片 長得很像大型垃圾袋的 有黑塑膠材質 一面是比較銀灰色 比較亮面的 那一面比較暗 那這個亮面的目的 就是為了鋪在 就是田上面 他們會反射太陽的光線 讓植物的夜背也 光線比較充足 那這樣子的好處 是比較不會長牙蟲 這邊也是樹 好 那今天誰要做農膜 總共大的農膜有14個 然後小的農膜有1個 大的就是大於10公分 小的就是小於10公分的意思 然後今天的話是 剛秤至60克 這塊1.69平方公尺的帆布 透過一次次的拼湊數量 就能成為累積估算農膜的依據 盡可能想要了解說 那我們撿到的到底 就是佔了多少面積 那上面那一格就是 1公分乘1公分 那我們就會用軟體的方式去推算說 那我們到底撿了多少面積的農膜 藍洋平原的 就是周邊流域的利用狀況 也比較活躍一點點 中上有 就有很多不同的農業產業 就會想說這些農業廢棄物 是不是跟這些產業可能有關聯 試圖尋找海洋農廢的情勢精深 於是逆著南洋溪河谷一路向上 敲打石塊 農夫勤快地翻攪土壤 趁著3月正逢東春交替之際 日夜溫差極大 加上沙質地排雪良好 南洋溪中下游河床是著名的西瓜高麗菜產地 種植面積超過上千公頃 這一行行的西瓜幼苗要能成功在夏季玩熟 用石頭壓住 避免強風吹走的農膜起了大作用 因為材質反光緣故 能有效抑制雜草 使用初衷是避免使用大量除草劑 保護根部以及土壤 它可以保溫保濕 讓水噴下去再抹的下面 不會說現在噴水它馬上就乾掉 從去年的11月就開始整地 大概如果正常的話 氣候有順的話 大概種植到收成大概 九十多天至一百天 一片片的農膜 成坯成對的覆蓋 等待西瓜熟成 將其拉起回收 原本是為了解決除草劑問題 但現在卻變成了海底難題 加上農膜吳季明無標示 整個伊蘭也有其他蔬菜果農使用 該怎麼跟外海農費畫上等號 別人怎麼做我們不知道 伊蘭洋溪的農民來說 是回收率都會大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不能放垃圾去驗指紋嘛 所以其實你很難知道 這個東西它到底是怎麼來的 像蝦子摸象一樣 我們可能可以看到部分的 可是我覺得已經聚焦到產業 他們很具體的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農業行為產生的 所以我們很確定就是問題就是在那邊 這裡就是有一隻大象這樣子 伊蘭縣環保局回覆 我也發現大規模丟棄整塊濃膜的現況 實地探查其他西瓜田 這些與海底垃圾大小類似 夾在兩片田中間的碎裂濃膜 或許提供了可能的解答 我們都會選用品質比較好的 有的一兩個月過去 你拉拉起來就會碎掉 有的是它就會保證你說 我給你用六個會用一年 常常在下雨 你很潮濕的時候 那個營業部上面 事實上很容易覆蓋著土壤 抽的過程中 或者在回收的過程中 難免會有一些遺留在田地裡面 翻土的時候 它可能就選擇不要把它 沒有辦法完全收乾淨嘛 下面那一層越來越破 然後後來它也染的時候 然後就很自然 今天飄移快出去 明天飄移快出去 大的雨量 或者是颱風季的時候 它整個南洋溪裡面 河床的東西都被刮走了 浮出海面的農費問題 還是得回到農田裡找尋解方 應該現在只有這個櫛瓜 可以把它帶回去 海底農費調查小隊成員的杜儀柔 同時具有小農身份 該如何在多雨草生旺盛的 蘭陽平原下游 實踐沒有農膜的蔬果菜園 漫島生活的美道田溪遍佈其他學員的友善耕座累積 包括翠綠飽滿的櫛瓜 藥能免於跟雜草真實養分 多了稻草跟粗糠的覆蓋 場景截然不同 一開始的時候它採用的是鋪比較厚的一個稻草 那雖然這時候它的操作實際上比較困難 因為菜苗這麼小 你又在這個稻草的縫隙裡面種一顆的菜苗 實際上比較難種 可是它後期的管理就相對容易了 因為雜草的量很少 因為它的菜整個這樣看起來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未來你要種植的時候 這些拌進去就變成一個很好的有機資材 友善農法善用天然資材 但更大型的不同產業 則需要對話討論理解彼此的困境 避免造成對立 像是南韓就花了10年 才有效處理海肺保利龍的丟棄問題 就先讓漁民了解問題 然後漁民可以怎麼做 比如說他們就除了發展替代符具 然後也去加強收集 變成海肺保利龍量 就從80%減少到28% 可能在海裡面也有發現這樣的問題 也請他們協助來幫忙注意一下這樣子 遇到汛期的期間 可能他們再加強一些防護 就是種完了該測掉的就要測掉 增加回收地點以及頻率 延長農膜的生命週期 在更座效域與生態間取得平衡 改變雖然漫長 但有一天海底生物也能跟農廢 就此說生再也不見